回皇上 皇后娘娘受了寒气 需要好生调养几日 微臣这便开个驱寒的房子 要提防的是发烧 另外娘娘腿上旧伤未遇 又沁冷水吹冷风 以后定要多加当心 以免落下病症 太医仔细地给叶珍珍诊断之后说道 叶珍珍也换了干爽衣服 身上裹了三条被子 活似一个小山堆 她此时方觉暖和了一些 脸上也有了血色 素风和另一个宫女 正在用干手镜给叶珍珍擦头发 她的头发又长又密 很不容易干 黑尘如一丛鸭雨 扑在床上 纪无咎看着叶珍珍手上 缠的纱布问道 这手上的伤又是怎么回事 回皇上 娘娘虎口处 有一处撕裂的伤口 大概是落水时不小心碰到什么 叶珍珍懒洋洋地掀起眼皮解释道 试枪时 鸟冲炸糖把我的手震裂了 你也太过胡闹 既无咎力生施责 炸糖可不是小事 轻则重伤 重则一命呜呼 神机营曾经有个人瞄准时遭遇炸糖 钢珠穿眼入脑 其壮惨不忍睹 今天叶珍珍只是被震伤糊口 不得不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叶珍珍见她横起眉毛又要骂人 干脆拽起被子把脑袋一兜闷不作声 纪无咎很是无语 照着她的头拍了两下 出来 别装死 叶珍珍突然想到一事 探出脑袋向旁边的王友才说道 快去池边把鸟冲给我捡回来 王友才领命刚要走 纪无咎却叫住了他 慢着 冯有德 你去捡 捡到之后 直接送去乾清宫 叶珍珍很不悦 那是我的东西 连你都是我的 纪无咎占直身体 俯视叶珍珍 行了 你歇着吧 以后不许再玩什么鸟冲 这是圣旨 夜晚 叶珍珍果然发起烧来 身上滚烫四炭 嘴里说着胡言乱语 纪无咎伸手摸摸她的额头 便起身让宫女端来一直温着的药 然而叶珍珍已经烧得迷迷糊糊 口里榨入苦涩的液体又怎么肯喝 因此苏月喂一勺 她就吐一勺 到最后干脆紧闭起嘴巴 浓得发黑的药汁涌出嘴角 顺着脖颈弯颜而下 滴在枕头上 无奈之下 纪无咎伸只好把她抱在怀里 一手捏着她的下巴 逼迫她掌口 苏月便把药喂进了叶珍珍嘴里 咽下额被钳着 叶珍珍无法吐药 喉咙动了两下 也就把药给咽下去了 纪无咎又在她胸口轻浮 以防她呛倒 忙活了半天 二人总算是把剩下的半碗药 给叶珍珍灌下去 她还未发汗 她们两个倒是先出了一头 纪无咎让苏月在外间候着 她把叶珍珍放回床上 替她盖好被子 叶珍珍烧得两颊痛红 眼睛紧闭 眼角还挂着点点泪珠 这女人平时威风的像一头小老虎 如今柔弱的样子倒是难得一见 躺下之后 叶珍珍又开始说胡话了 纪无咎竖起耳朵仔细听时 听到她说 爷爷爷 别把我嫁给皇帝 悠悠叹了口气 纪无就自言自语道 你不想嫁 朕又何曾相娶 只是如今 木已成舟 你我二人毕竟是夫妻 后宫家里中虽多 却只有你是要和朕 埋在一起的人 生同眠死同学 人说十年修得同传度 百年修得共枕眠 你我二人不知道要修多少年 才修来今世夫妻 然而 思维同床却是异梦 这段念缘 真是不如 不修得好 四日一早 叶真真起来时 发现外头下了一夜的雪 满世界银庄素裹 仿佛夺上一层琉璃 她的烧已经退了 虽然她已嘱咐不能出门 恐再受了寒 但叶真真不想错过 京东第一场瑞雪 坚持要出去走走 苏月劝不动 值得把她裹得像个残颈一样 手里塞着个大手炉 仔细检查一番 确认妥当之后 才让王友才推着她出去了 叶真真说 想要去看梅花 王友才就推着她 在御花园 左近的梅社附近溜达 走了并不远 遇到好几拨人 叶真真戴着一个貂皮帽子 围着个狐狸毛做的围帽 身上再盖着一张老虎皮做的毯子 浑身上下只露着一双眼睛 活四个走马行商的皮毛贩子 接受着个人的顶礼膜拜 其实这时间梅花开的并不多 只稀稀落落有几株心急一些的 先顶着初雪 展开了笑颜 其他大部分都含苞不露 叶真真一开始还有些纳闷 能上雪景的地方多得是 怎么一个两个的都往梅社跑 难道满皇宫都是爱梅之人 等看到纪无旧的身影 她才了解 原来醉翁之意不再久啊 纪无旧离得挺远 就认出了叶真真 她身上盖着的那张虎皮 太过显眼 参见皇上 臣妾腿伤未欲不能行礼 请皇上莫怪 叶真真心安理得的坐着 说着这些废话 因为下半张脸都藏在围帛里 所以她的声音听起来闷闷的 可好些了 纪无旧说着伸手探进她的帽檐 摸了摸她的额头 她一早起来时 她的额头还有些烫 现在竟然已经完全退烧了 不得不说 这女人的身体还真是皮实 一点也不像个女人 她这个动作略显亲密 叶真真有点不太适应 同样不适应的 还有一众围观的莺莺艳艳们 贤妃 喜嫔 王昭仪 温洁宇等人 竟然都在这里和纪无旧巧遇了 现在看到纪无旧对叶真真的体贴 心思各异 庄妃也在 这女人很乖绝 主动站在了叶真真身后 帮她整理了一下 裹在身上的层层衣物 叶真真满意的眯起眼睛 打量周围的女人们 贤妃本身就有一种冰清郁节的气质 现在披着一条银湖皮做的披风 头上插了两只梅花 往雪中一立 莫说男人 太监见了都要动心 所以叶真真想 纪无旧这回大概也就顺水推舟原谅她了 纪无旧心情不错 她想带着她的大小老婆们去媒社坐一坐 所谓媒社其实就是个四面透风的凉亭 建在梅林之中 几人尚未进入媒社 却见梅树遮映中走来一个女子 身着红色斗篷 手托白色琉璃瓶 瓶中插着一只怒放的红眉 女子五官小巧别致 脸上线条柔和温婉 美目流转之间 不是丽妃是谁 叶真真这才想起来 丽妃的禁足期确实已经过了 丽妃手捧红眉 湿湿然走上前来 众人都以为她会献给纪无旧 却没有想到她见礼之后 对着叶真真跪下来 皇后娘娘 臣妾见这只梅花开得上算别致 便折下来 本想亲自送去昆宁宫 却没想到在这里遇见您 博物减俗 只是臣妾的一点心意 还望皇后娘娘不要嫌弃 王友才 还不快扶丽妃起来 叶真真心想 这回丽妃可真是拉下脸来了 这么冷的天 她就这样跪在雪里 勇气可嘉 王友才连忙把丽妃扶起来 身后一个昆宁宫的宫女 接过丽妃手中的梅花 姬无旧看着丽妃背一条梅 怎么光有皇后的梅花 没有朕的 丽妃迎着她的目光笑道 皇上喜欢 臣妾再去折便是了 不必了 朕记得你宫中也有一株梅树 姬无旧扶着贤妃走进梅社 叶真真故意落后几步 看着丽妃的背影 心想这回是哪个高人给她的指点 难不成真是她那个宫女樊春 姬无旧罚她 也不过是因为她当众顶撞皇后太过无礼 现在她跑来给皇后做小伏笛 让姬无旧看在眼里 估计有什么气也都散了 况且又是这么个美人 琉璃世纪也人比花俏 神仙见了也要动些烦心 娘娘想什么呢 庄妃问道 我在想 这个丽妃今儿还真像是个梅花仙子 庄妃一撇嘴 装得再像也不是真神 叶真真低头寻思着 丽妃这回真的是要负宠了 贤妃看样子也差不多了 还有姬无旧那个表妹 过几天也该入宫了 这回后宫之中可是有热闹桥了 一个男人要应付这么多女人 看来当皇帝也不容易 这是对男人身心的巨大考验 不过这些都不关她的事 她只希望这帮女人都实相一点 别都上赶着往她的枪口上撞 一定要听清誓 我开心了 好 自己创作 去岸中 过去岸中 我开心了 最近 技巧